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检查风云剧组的各位主创 有请导演麦兆辉 监制田启文 领先主演黄景瑜 白百合 有请四位 这部影片也是黄景瑜和白百合 首度在大荧幕上的合作 故事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而成 来 有请四位一起 白百合又见了 欢迎热烈的欢迎 热烈的欢迎来有请 欢迎黄景瑜 欢迎导演 欢迎监制 谢谢 这部电影是从检察官领域专业的视角切入 全面展现了检察官的工作细节 力图将正义功力的精神内核传递给观众 4月29日 我们共同期待这部电影检察风月 来 我们一起 好 导演和监制 可以我们稍微整体往右一点 好 好 我们同样要也请四位移步到采访区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部电影 来 欢迎我们就在这边 再往这边挪一点 来 各位 来来来来 往这边 好 来 请四位站在这边 好 欢迎 欢迎 来 欢迎先给大家打招呼吧 这今天拿着道具就上来 这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卖导 因为我们的电影是在4月29号上映 所以今天带着我们的主场来 确实是有一个阴幕的 有什么样的任务 因为在戏里面 警局是一员一个检察官 是的 然后霸盒是一员一个律师 律师 对 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在这里帮我解开这个电影办 需要帮您拿着话筒吗 这是检察官跟律师要现场撕一下是不是 现场见证奇迹的时刻 3 2 1 真相 真相 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可以寻找真相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是我们两个一起来揭开真相 其实这个作品呢 因为是在明天是不是又开始有首映啊 跟大家录剧见面了 22号的时候就开始 但是马上五一档就要上映了 我们说其实是在整个五一档期间 让人很期待的一部作品 我很喜欢您的《切听风雨》系列 当然这个作品最大的亮点和您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我自己觉得检察这个范围里面 我一直是很习惯 对啊 《切听》连郑您都拍过 检察官还没有 还有这一次有机会拍这个题材 还有跟很好的演员一起合作 我心里很开心 很过瘾 很享受的一个过程了 我们也问问田启文先生 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期待大家必须4月29号要到电影院 看我们这个超敢拍 超好看的电影检察风雨 谁呢 好的一定要的 而且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看的时候一定要放大眼睛 你不仅是说监制田老师 戏当中你也要找他 好不好 应该很好找的样子啊 一起来期待 百合这戏好演吗 我好冷啊 对 其实今天我们说北京的温度略低 但是电影人的热情很高 就像百合今天在红毯上说三次和大家见面 是的 有好的作品跟大家分享是电影人的幸福 我们也愿意在银品当中看到你们 好 这一次呢景云我们都说有平时饰演过像海军啊 激毒警察特种兵啊 这一次是又有一个不断的不新的挑战是吗 对 这一次检察官嘛 也是一个穿着制服的人 穿着制服的人 感觉就是非常的英勇 威猛 但同时应该在剧情当中有很多的反转 我们期待着你们一起携手在影院当中 帮我们来揭晓真相 好吗 温度略低 不耽误你们的时间 马上步入会场 期待 谢谢 明天首映一切顺利 好吗 谢谢